说手是我们人的第二大脑 那你用板子已经可以能够令到身体有气感 你按摩手指就比看手机更好 大家好,我是山金老人陈日菲 欢迎大家又收看 健康好人生的山金养生智慧 今次就与大家讲 手指和养生的关系 说起手,手是我们人的第二大脑 而脚是我们人的第二心脏 所以手和大脑是这么密切 很多患有认知障碍的老人家要记住 有空做多些手指的运动 是对你们的病情会有帮助的 手为何这么重要呢? 如果大家相信进化轮 就可以从进化轮方面去解释 进化轮方面,我们以前是从猴子变来的 人缘的时候,我们是四脚爬爬 自从变成直立人 本来是 手本来在地上 现在站了,手的动作就多了 所以手用多了,脑就会发达 根据研究,人缘的头重量是四百五十克 而现代人的大脑的重量是一千四百五十克 所以大致上增加了三倍 证明因为我们变成直立人 手用多了,脑也发达了 第二个问题,发觉到人 大家要记住 初初出生的时候,脑细胞 是有145亿 145亿 从20岁开始 我们人的脑细胞就逐渐消失 所以记忆已经开始减退 每天是损失了10万个脑细胞 所以到了35岁的时候 我们已经不见了5亿的脑细胞 到了六、七十岁的时候 我们总共是没有了差不多15亿的脑细胞 你145亿 减了15亿,只剩下130亿 不要紧 如果你多做私的手部的运动 其实可以減缓你脑细胞的减少 亦可以增加你的记忆力 怎样的手那么重要呢 你要看回古人说 比如说圣经有记载 上帝已经将他的印记印在我们手上 多看你的手 你知道其实有很多的密码在 不要说我们的掌文 掌文当然也反映了我们的性格 我们的特色 但是这个说法就是 古希腊有个智诺家 Alasagoras 叫A-N-X-A-G-O-R-A-S 他有个说法 他说人的命运是粗糊在我们的手上 你看你的手就知道你的命运 另外他说手能够自白病 能够非常奇特的 他说他不明白为什么 但是其实我们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文化 用忠意来解释 你就知道为什么手可以能够自白病 尤其是我们的手指 怎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中国人说五藏六虎 五藏六虎 藏和虎在忠意来说是不同的 藏是属阴,虎是属阳 所谓五藏就是深光脾肺神 而虎就包括了六虎 包括了大肠小肠 我们的胃,我们的胆 我们的膀胱 我们的膀胱和我们的三肖 三肖就涉及到我们的内分泌系统 其实严格来说不是五藏六虎 应该是说六藏六虎 那个六藏心光脾肺神之外 再加上那个在心外保卫心的示威 叫做心包 心包经 所以我们说六藏六虎 是对应我们的十二的经浪 十二经浪 你要知道我们身体上有很特别的一个月位 叫做井月 打井,井水的井 井月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你要知道 就说我们说十二井月就对应我们的十二经浪 在中医来说 我们的身体就好像一个大地 我们身体里面的十二经浪 就好像我们大地上里面的干河 而我们的井月就是干河的源头 所以你问题是对应你十二的井月 你很好地能够保健 其实对身体有很大的帮助 十二的井月 有六个井月是手 有六个井月是脚 所以我们今天不讲脚 我们先讲手指 你知道我们的十二的井月 六个井月 其中是属于阴经的 在我们的手掌 有太阴 有笑阴 有缺阴 缺阴是和心包有关的 太阴、小阴、缺阴 然后在我们的手背有三个阳经 阳经就叫做太阳、笑阳 和阳明在我们的手背 所谓阴经就是从我们的胸到我们的手 所谓阳经就是从我们的手背到我们的头 所以你问题是你要知道其中的阴经的月位 我今天不讲的 因为问题是如果你学针灸 你要知道月位在哪里 我们就很难讲出来 慢慢有机会 现场示范才能讲到 但你记住 其中的阴经主要在手上 主要在三只手指 叫做一三五 手指公、中指和你的美指 手指公那个是叫做太阴 美指那个叫小阴 这是阴经 然后中指那个叫缺阴 这个手指公那个叫做月位 叫做笑伤 伤人的伤 伤业的伤 然后中指那个叫中聪 美指那个叫做笑伤 那你三个手指 那月位你不要紧 其实就很简单 你有理无理 你拿我们一个按摩目 按摩目呢 你有空就在这里按摩手指 按摩手指其实很有帮助 你自然会按摩月位 比如说中聪月呢 就在这个中指的手指尖那里的 那么多的手指有空按摩 其实很有用的 美指下面那里跟你的眼有关 食指下面那里跟你的失眠有关 所以你有空按摩手指 按摩完左手就按摩右手就没问题 那么如果我们按摩完呢 你还要说你那个手背 那手心呢 就是一三五 手背一个阳经呢 就是二 无名字开始二四五 二四五 一三五二四五 二四五呢 你说的二四五呢 你看到那个五呢 那个叫做什么 那个叫做太阳 二指那个叫阳明 无名字那个叫做笑阳 太阳 笑阳 阳明 然后也都对应了三个不同的阳道 尾指那个阳道叫做笑杂 沼杂的杂叫做笑杂 然后无名字那个阳道叫做关聪 一个很重要的阳道 食指的阳道叫商阳 所以问题呢 你问题有空呢 你就手背你又按摩 手指手心你又按摩 有空没有东西做 你就可以能够 比如说你去搭地铁的时候 其实你按摩手指就好过看手机 手机就反而会令到你呢 根本其实有很多的后遗症 尤其你的颈椎会出问题 所以不要看手机 反正打地铁就拿着个按摩目随身 有空就按摩手指就很好 除了按摩手指呢 其实手指弓还有很多不同的 减变的养生的秘诀 其中一样东西就是我们叫做 叫做少林子的弓法里面 叫做一指禅 你讲起一指禅 很多人想起金庸武俠小说 有种这样的特色叫一阳子 一灯大师是段氏 带你自云南 带你自段氏 王族里面的秘传武功 武俠小说一阳子 就可以能够对付西毒欧阳锋的哈姆功 亦都用一阳大师 亦都一阳子 医好了王勇的内伤 但是问题之后 这些是武俠小说讲的 如果你说起少林子 那个叫做一指禅的弓法 他有个特色 叫做什么 叫做板子弓 板子就是说 把你手指屈起 然后又再屈起 又要夹起 带上板子 那你记住 为何板子这么容易 我们讲板子弓有个好处 我们叫做 其他一种气功的修炼 叫做快速的气功法 有些人说 我不懂气功 那你用板子 已经可以能够 令到身体有气感 板子弓 我举个例子 你现在放水喉 你放水喉 你把水喉 放水喉的时候 你塞条胶管去水喉 然后你把水喉 开了水喉的时候 你把胶管屈起它上来 那你发觉水就不流 因为屈了 就是等于我们板子 把手屈了 然后你把胶管再伸直 你发觉水还流得更快 屈完之后再伸直 所以问题是板子弓 你就这样屈 但是记住 板子弓不是一只手指板子 而是我们有个规律 我教你这个规律 以后你记住 又可以坐地铁 自己去用 用板子弓 你放平 记住 那个规律是什么 是21534 食指开始 然后到母指 手指弓 然后到尾指 然后到中指 然后到无名指 然后你的次传不是12345 是21534 为什么是21534 是根据我们译经里面所说的五行双刻 因为那个木 食指是属木 手指弓是属土 属木就跟肛有关 食指属肛 肛作 手指弓是属皮 木是黑肚 所以你用这个耳毒公毒 五行双生的法 这个板子弓 木是黑肚 所以屈完屈完那个食指 弹回起上来 你弹回起上来慢慢弹 你不要这么快 慢慢升起 然后就到那个手指弓 屈完手指弓又弹回起 木就可以黑肚 肚就可以黑水 然后那个尾指就属水 是跟肾脏有关的 屈完食指 就屈母指 然后就屈尾指 肚就黑水 水就黑火 中指就属心 所以屈完尾指就屈这个中指 中指是属心 水就黑火 然后那个无名指 21534 无名指就属肺属金 这个就是火就黑金 火可以用金 金又可以黑木 所以你记住 你做板子弓的时候 你是逐一只做 做完左手做右手 或者你两只手一起做都可以 你记住21534 板二 然后板母指 然后板尾指 然后板中指 翻起来 然后板无名指 又翻起来 这个又好 最好就坐地铁的时候 做完这个按摩 又做板子 这个就非常之 又欠时间 又容易 那么除了板子弓 这个少林一只少林弓法一只 什么的板子弓 我还可以介绍 台湾前大学校长李智岑 子字的字 口字下面有一个写字 书冊的写字 右边加个C 另一个C 我们读个字字 李智岑 岑就是恶性岑 非岑加三点水 都是读岑 李智岑是电机工程博士的研究 很多的特异工人都可以研究到 他就发明了一套叫做 叫做 颅子弓 颅就是口字变成甲字的音 盆的盆 盆水的盆 颅子弓 颅子弓是怎样用的 颅子弓是很简单 他发明的 他说很有效 亦都可以令到你练到有气感 又怎样 他说 用你的手指弓 来 手指弓 尤其是你的指甲 刺你的手指 然后就说 刺二指的上节和尾节 一 二 一 二 然后跟着中节 三 四 五 一 二 三 四 五 逐步刺 刺完中节就刺龓云子 金木水 然后尾指就 上下两节就火土 女中节 两只手一起刺就行 一只手梁柳 刺就行 一 二 三 四 五 金木水火土 这个就叫匣子弓 他说很有效 他认为可以能够令到你那个 很快能够令到你强通你的经络 所以我们今天说的手指弓很简单 因为坐地跌的时候用 你又可以盒子弓 又可以板子弓 又可以按摩你五只手指 其实就非常之有效 尤其令到你的头脑更加能够正领 亦都记忆力可以加强 今天就说着手指弓 我们下次还和阿公更多 和手有关的养生 欢迎大家分享 赞好和订阅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喂喂喂 看完片别走 记得要订阅我们 我们会继续和大家分享 健康和养生资讯 陪大家追求健康 享受精彩人生 Eatnet30周年 专注用心并肩超越